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否合理呢? 对冲这些事情 先讲第一个谋误 问题一 为什么你会那么肯定 遲些会不会大事不稳定呢? 其实你再细心想这么多年来 有历史而来 有哪一刻是安定的? 你从出生到现在的一刻 打开电视机 是不是每日所播的新闻 都是好的呢? 没有坏东西的呢? 每日都有些不稳定的事情 你是不是都要睡不着吃不安 要做对冲呢? 第一件事就是 每一天是安定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安定的话 应该买股票 每日都有些事发生 还有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有肯定呢? 可以猜到它会大跌 或者是有些什么股灾呢? 如果你猜到的话 其实你不用用这招 正常来说 为什么你这么有信心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沽了那些货 再沽空呢? 你不用什么搞那么多东西呢? 其实你就是对自己 或者对自己投资的东西 没有信心 而这些这样的 发行这些这样的对冲 显生物的公司 就看准你这一点 看准你人性的弱点 去这样攻击你 哎呀 好像要做些东西 究竟大家 麻烦再想一想 有做事 是不是一定比没有做事呢? 我做对冲 是不是一定比没有做对冲呢? 你刚才听我说 做对冲 有多少可能性出现? 做对冲 是有手续费 还有其他风险的 这一件事 正正是更大风险 比买证股 我买证股的渣 不需要你这么多东西 你又对冲 又出又入 其实 除了手续费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风险 这个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你对冲的投资物 所以 有为第一个逻辑的就是 你也是猜不到的 但是 为什么你对这个股灾 或者一些不稳定性 你又这么有信心呢? 如果你这么有信心 不如直接就买股空 直接卖掉所有的股票 买股空 你一定会赚到痴钱 你这么说 就是没有信心 为什么你 对你买证股 没有信心 但是你买的对冲 又会有信心呢? 说到底全部都是因为你自己 没有信心 或者是你都知道 这一件事是没得估的 根本你就是靠一些 人家看了你的人性弱点 就是不安的话 你就做些事情都会有用 希望大家认清事实 做对冲是否真的有用 从这一点已经知道了 根本 自欺欺人的过程 根本是 很大机会都输的 第二 为什么他们 他们经常叫你对冲对冲呢? 当然有Jerso才叫你对冲 就是叫你去对冲 那买对冲的话 买牛红症 这些才够力的嘛 买少许呢 龚哥不知道多少倍的 那就是说 他可以 透过你做对冲 而买了他的牛红症 那他就得到利益的了 每天早上跟你说 九点半 开始第一击了 要做对冲 要不然市场不稳定 你就会亏很多钱的了 那你听完之后你都害怕 那他利用你这个不安定的心 就找你钱 我个人认为 我感觉又会得罪人 这个不知道 问题三的了 搞那么多东西 就算真的猜中了 这里 哦 好耶 HSBC跌 金星了 那又是打祸 那又不是哦 我会人对冲赚钱哦 那还白痴 为什么不卖了对冲 我用什么味正股呢 我猜得这么准的话 我为什么要买正股呢 我直接全部都买对冲 这个也是有违常理的 就是 你猜中你的猜 你真的猜中吗 很多东西都是运气 之前都说过了 很多东西你都控制不了 你买中了 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就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话 到头来 你又做了什么 都是在玩一个赌博游戏 最后总结了 其实这种对冲呢 都是自欺欺人 而其中一个 就是为什么会常常说对冲对冲呢 就是一些投资专家 我个人认为他收了 发行商的钱 牛控证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些牛控证去 或者投资产品去赚到钱 这些公司 看中人的不安 利用人的人心 觉得有行动比没有行动 从而推出利好他们赚钱的工具 就是稳集呢 就是说一说 我都想说 没有做主动投资 没有做主动行为的投资 是做好过有做研究 有做主动研究的基金 其实很多证据都显示了 没有做研究的东西 很多时候都会比有做研究的东西 很多时候都会比有做研究的东西 这个都不详细多说了 另外 我想和大家说 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个重点 由第一个部分 就是买完股票 应该买什么对冲去说起 其实一开始到现在 我都买过关子 没有定义什么叫对冲 其实对冲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冲是什么呢 对冲就是 但是 在双方做交易的时候 如果两个交易的货币是不同的 那双方的 或者其他买方 他想 因为到期的时候 要给对方的货币 他不想因为匯率 令到他有所损失 那最后呢 他就 买入对方的一些货币 我忘记了 我只是想赚那个货币 不想受到利率影响 就有一些这样的对冲 那这些才是真正的对冲 我们来看看 UKPD 其实我之前都学过 但是都忘记了 突然说起 股票啊 买完你的投资物 再买另一个投资物 去 互相抵消风险 那个就不是对冲 那这个呢 大家希望 有时间留意一下 什么叫对冲的 都不详细多说的了 有时间你自己看 就是这样 那最后的结论 就是 我不建议大家 去再做这些投资 就是说 买完一样东西 再买另一样去抵消 其实全部都是自欺欺人 就算真的抵消到 都有手组费 都是其他风险的 未必一定跟的嘛 那样东西 买大小都会跟 一个大的时候 那小一定会赢的 但是这些可以双输 那还有 这些对冲 亦都是你自己不够信心 亦都是 人家看准你这个不受信心 你才会买这些东西 那这一样呢 希望大家做多一点功课 不要给大使说两句 又说对冲 又说什么什么 我宁愿你沽了个货去 都比对冲 对冲 其实是 百可而无一利 不如再骗自己 坦诚面对的不确定性 因为你承认自己是猜不到 你不要以为自己 好像神仙那样 没有人会猜到这些东西 亦都不好听 其实长远来说 才有大些机会猜到 短期来说 巴菲特也说过 短期的投资 全部都是赌博 短期的预测 全部都是赌钱 根本你要估计这个市场是转差的 其实你都在赌钱 然后你做一些商营行为 以为做了东西 其实就是增加你的风险 这个希望大家明白 至少至少知道 所有短期操作都是投机赌博 骗人的 就不要受到这些外间的声音 这些集信影响到你的投资方向 投资方向应该是讲一些 长远不能逆转的方向 例如ETF 例如印度 例如之前的科技股 生物科技 如果你真的研究了一个长远方向 是很难逆转的 例如你只会越来越用得多Google 越来越看得多 YouTube 今天都在看 简单来说 希望大家 找清了投资的方向 今天分享这么多了 有时间再说了 订阅、Like和Share 啦 拜拜